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播大熊 3月16日夜间,乌军无人机袭击了萨玛拉地区 斯塞兹兰的一家料产和新一比雪夫斯基一家料产 爆炸声巨讲,火光冲天 斯塞兹兰料产生产能力为每年850万吨石油产能 乌军用远程无人机16天炸了俄罗斯9座油库和炼油厂 其他的分别是1月25日图阿普索燃油厂 1月31日圣北德堡燃油厂 2月3日福尔加格勒燃油厂 2月9日伊尔基斯燃油厂 3月12日夏诺夫哥罗德州科斯托尔斯燃油厂 3月13日梁赞燃油厂和3月15日卡罗加燃油厂 由于大批的燃油厂和油库遭到乌军远程无人机持续打击 俄罗斯境内汽油开始涨价 政府已经颁发6个月暂停出口汽油的禁令 俄罗斯总统选举在周五举行投票 俄媒体报道称 克里姆林工计划让俄现任总统连任取得80%选票的创纪录结果 而他在2018年的上次选举中获得76%的支持率 这显然要证明普京对俄罗斯的巨大贡献 但实际上由三支俄罗斯人组成的反普联军进入俄罗斯境内 竟然让他无能为力 这足以对这场选举非常具有讽刺性 显然俄境内的比尔格勒德和库尔斯克发生的一切 正是普京最头疼最忌讳的事情 自由联军明显就是大选前来给他难堪 有那么多成分的俄罗斯人都在反抗你 国家在你治理下危机四伏战火蔓延 那么这80%选票的创纪录结果的合法性就成了问题了 普京对边境地区的局势感到非常的恼火 称这是乌克兰纳粹在破坏俄罗斯选举 并谴责西方双标 对乌克兰侵入俄罗斯领统时而不见 据悉啊 这支进攻俄罗斯境内的自由联军成分十分复杂 他们包括俄罗斯自由军团 俄罗斯志愿军团 俄罗斯西伯利亚营 纳尔尼的支持者 以及倒戈过来的车车人和格鲁加人 如果普里格金没有死的话呀 这里一定还会有除施瓦格纳的部队 俄罗斯自由联军攻入俄罗斯本土 比尔格勒德和库尔斯克 已经超过五天了 他们声称已经控制超过了40平方公里的领土 目前俄罗斯反普联军继续在 比尔霍罗德和库尔斯克地区发动攻击 库尔斯克方向昨天 库尔斯克市多处发生巨大的爆炸 这是由于在俄境内自由联军 在约特基诺地区摧毁两个俄方戴要库 俄媒体则说是俄军摧毁了自由联军的戴要库 其实啊 据来自俄罗斯库尔斯克州的官方地图证实 乌克兰国防军成功攻占了边境地区的几处军事基地 当地居民称可以听到飞机的轰鸣声 还称边境地区遭到乌克兰方面的猛烈炮击 比尔格勒德放下 昨日自由联军进攻比尔格勒德重镇 格赖沃隆用火炮和无人机袭击清除俄罗斯军人 摧毁了其隐藏在高层建筑房顶的 穆罗姆P远程电子站天线等设备 另外他们还在比尔格勒德地区的科金卡 袭击了俄车臣特种部队 至少有20名车臣人士兵阵亡 有一段视频显示 在某地一群俄罗斯政府军士兵 向自由俄罗斯军团投降 为了延缓自由联军的推进 俄军炸毁了比尔格勒德是附近的四座桥梁 以目前情况来看 反复联军这一次的行动 很可能以比尔格勒德为主 一旦他们控制了这一地区 更多的反普部队将有机会利用 比尔格勒德站好网络的缺口 继续渗透 并最终解放比尔格勒德 此前布里格勤曾预言 乌克兰会袭击比尔格勒德地区 进入俄罗斯 破坏俄内部局势的稳定 如果乌克兰武装部队 在比尔格勒德取得成功 那么这将是交换领土 进行谈判的一个非常好的位置 其实这是一个十分高明的策略 这样可以达到逼迫俄军 撤离乌克兰以领土兑换 即使以后有人谈起要和谈解决战争 这也是手中的一张牌 好戏还在后头 3月16日 泽林斯基总统召开了最高统帅部会议 参加的人员有乌军总司令西尔斯基 总参谋长阿纳托利 巴格利维奇 国防部长 鲁斯泰姆 乌美罗夫 乌克兰安全局局长 瓦西里 马柳克 内部和通讯部部长 吉利尔布达诺夫和副总司令 乌克兰武装部队负责 无人系统指挥的 瓦蒂姆 苏哈利夫斯基等 内阁部分成员也随后举行讨论 会议主要听取从前线 返回的西尔斯基将军介绍最新战况 以及下一步作战计划 乌军总司令西尔斯基表示 自己在阿弗蒂布卡方向 亲自指挥作战 俄军集结了三个旅的兵力 在猛烈炮火的掩护下 投入大量的步兵发动赶死队冲锋 试图突破乌军的防御 俄军战斗机还在距离乌军阵地 40到50公里不住的向乌军投下滑翔炸弹 乌军则是用炮火摧毁地方装甲车 和步兵突击军 通过电子战干扰手段 保护自己的部队 免受敌方无人机的攻击 并结合火炮 导弹摧毁敌人后方的无人机控制点 西尔斯基说 我的工作致力于组织和提供这些问题 和我们的指挥官一起 考虑了当下的行动 后背演习 弹药供应 和其他物质手段的最佳选择 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来加强防御 并组织这一方向的作战建设的 各个要素之间的不断互动 我们不会停止工作 荣耀属于乌克兰 阿弗蒂夫卡前线 根据前线最新的战报 俄军在阿弗蒂夫卡西侧 加大了进攻的力度 别尔继其难测 双方展开激烈争夺 乌军击退俄军多轮进攻 并摧毁一批装备 奥尔里夫卡 俄军分两路进攻乌军阵地 多涅尼基 俄军沿着公路 向西北方向组织了多次冲访 五一村东南方向 俄军推进了大约500米 巴姆特战场 乌军第93旅 正在向伯赫达尼夫卡 北面推进 并夺回了俄军一个重要阵地 此外 乌克兰国土防御旅在巴姆特附近 成功伏击了俄罗斯补给车队 摧毁了多辆坦克和其他车辆 地内薄河左岸战场 最近几个星期 乌克兰部队积极地使用极数弹药 与无人机一起 得试图用人肉冲击波 拿下克林基的俄军 制造了很大的杀伤 昨天 俄军曾两次试图渗透乌军阵地 但没有取得任何的进产 据媒体称 希腊最新对乌克兰军援 不只是给了S-300防空系统 还援助了2000枚5英寸阻尼火箭弹 180枚2.75英寸反坦克火箭弹 9万枚90毫米反坦克防空弹药 400万发子烂 70枚美制M114A1榴弹炮 乌克兰独立通讯社3月15日 援引英媒卫报消息报道 昨天 魏马三国集团领导人 舒尔茨、马克龙、图斯克 在柏林会晤 他们发表联合声明表示 欧洲对乌克兰的支持不会下架 在欧盟框架内 增加对乌克兰的支持 加强培训任务 利用俄罗斯冻结资产的利润 为乌克兰购买武器 另外 还宣布成立乌克兰盟友的 远程火炮联盟 他们不仅要在世界市场上 为乌克兰购买更多的武器 并将增加与乌克兰的合作伙伴 一起生产武器 同时马克龙强调只要有必要 各国将派兵支持乌克兰 在此马克龙重申了整个欧洲的安全 都受到俄乌战争的威胁 普京不能赢的论点 三国都表示将于夏天 在波兰再次毁灭 据悉1991年 德国统一后 德国、法国和波兰之间 形成了魏马三角集团 梅德维杰夫再度语出惊人 称拉脱维亚不是合法国家 并对拉脱维亚总统发出死亡威胁 他咬牙切齿咒骂说 一个不存在的拉脱维亚总统 必须记住法西斯分子的命运 包括1943年哈尔科夫审判 报应是不可避免的 死亡纪念 俄乌全面战争爆发后 就一直处于亢奋或者醉酒状态的 梅德维杰夫 一会儿要报梅奇话同归于尽 一会儿对罗马尼亚领导人 进行人身攻击 并死亡威胁 一会儿威胁要处决 拉脱维亚总统林克维奇 公然藐视现北约和欧盟 双重成员国的生存权 这应该是人类历史上绝无极有的 由于匈牙利总理奥尔班 与俄罗斯实际结盟 并支持俄罗斯的入侵 在欧盟和欧洲议会中 十分的孤立 但在他被特朗普 称赞为欧洲的伟大领导人 受到全世界的尊敬后 似乎有了觉得特朗普 这个靠战后 将来可以出人头地 有些忘乎所以 飘起来 奥尔班甚至 开始愤怒的抨击欧盟 并将战争的责任 归咎于西方国家 奥尔班叫欧盟 比作帝国占领者 并称西方世界 是文化衰退和破坏的根源 还将欧洲 比如像蝗虫一样捕食 他说 他们发动战争 摧毁世界 重新划定国家边界 像蝗虫一样吃一切东西 我们匈牙利人的生活方式不同 也希望过不同的生活 欧洲选举是为匈牙利 挺身而出的机会 布鲁塞尔并不是第一个将目光投向匈牙利的帝国 今天的欧洲人民害怕布鲁塞尔会夺走他们的自由 如果我们想维护匈牙利的自由和主权 我们别无选择 只能占领布鲁塞尔 我们将进军布鲁塞尔 亲自为欧盟带来变革 欧尔班敦促他的支持者 在即将到来的欧洲选举期间 占领布鲁塞尔 是个什么鬼呀 哪个欧洲国家支持他呀 每次布鲁塞尔欧洲会议期间 欧尔班就是被欧洲各国孤立 和被抨击的对象 在32个欧盟成员国中 他往往被孤立如何去占领布鲁塞尔 既然与欧洲相处很难受 倒不如退出欧盟 加入俄罗斯联邦 也算随了他的心愿了 也免得给欧洲和乌克兰添堵 这是最好的选择 说那些什么 占领布鲁塞尔 不过是自欺欺人的鬼话 有意思吗 用选票你只有自己一张 用武力你屁也不是 正所谓得道多助 失道寡助 人心向背 你才孤障难鸣吧 有不少人认为 欧尔班的真正目的 是协助俄罗斯 将整个欧洲 俄罗斯化 或苏联化 这是要重新捡起 被历史抛弃的垃圾 回到那个被历史多次证明的 极权主义的奴役之路 节目最后 恳请宽宜的朋友 给大雄一些打赏 做视频 已然不足以糊口了 最近 因为俄乌话题 日趋敏感 视频被大量黄标 流量也急剧下滑 所以 恳请大家能够多多的支持 国内的朋友 可以扫频道主页的赞赏二维码 进行打赏 在此 大雄向大家表示 真挚的感谢 我们下期见